主席的人 看起來好像有七、八十個人 在學藝術師、設計師或是說現代設計師 這種史類的東西 我相信都會遇到一個很大的負責 人家負責就是今天學的好像都可以都忘了 這禮拜學的下禮拜都忘了 起初學的其中都忘了 那為什麼會你學了一個東西之後 很容易就把它忘掉 因為你是去實際它 我是把它建立一個完整的概念 一旦你對這個現在設計師是建立的一個概念 在你的腦袋之中 那你要忘掉它都會非常大的困難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 你要對這個設計師也好 然後設計的思考也好 建立一個觀念的話 一樣可以建立一個觀念 你至少要看好這件事情 從三個不同的角度 三個不同的觀點 然後就有辦法建立起一個完整的概念 這位同學 不再是這位同學 他是現在設計師 他就是現在設計師 他們從三個觀點來觀看他 這邊有一個觀點是 綠橫角老師的觀點 你看一下現在設計師 告訴你現在設計師 有幾個眼睛 從你那個觀點去看 那你就看看有幾個眼睛 一個眼睛 一眼睛 他幾個耳朵 一個耳朵 好 這邊有一個綠橫文老師 告訴我們 現代設計師 是一個耳朵 一個眼睛 那你不能去實際他 你要聽到他的觀念中 消化一下 再聽聽其他人的觀念 那這邊有一個白外套老師 白外套老師 請問以你的觀點來看的話 現代設計師 有幾個眼睛 沒有眼睛 那幾個嘴巴 沒有 沒有嘴巴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藍衣服襯衫老師 跟你說 現代設計師 有兩個眼睛 一個嘴巴 然後兩個耳朵 那誰錯 誰對 小老師 這三個人 有人說錯嗎 沒有人說錯 所以只有觀點的不同 在人文的科學中 沒有對錯 只有觀點的不同 那你了解了 這三個不同的觀點 你就可以建立起一個完整的 現代設計 或是現代思潮的一個觀念 好 那我上課的時候 我會提供大家一個 從社會學的角度 來探討這個 現代思潮的一個情況 那有點像拼負責 每一個思潮之所以會產生 一定是那一個社會產生 一個什麼現象 然後有一群人 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產生了 所以用設計來體現出來 那我們要了解 設計風格 設計思潮的人 產生就要了解 那個時代究竟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OK 就有點像聽故事 可以用聽故事的方式 來學一大一課就好 可以用異級 他聽背堂 異級的話一定會忘掉 現在如果問那個 賴思琴小老師 還記得小學生 三年級上學期 第三課的 教育課的結成法 忘記了 那時候搞不好 都還超過課 但是為什麼你現在都忘記了 可是你們光要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聽到的 小朋友的故事 小朋友的故事 你們會差別在那邊 一個是異級 一個是項目 一個是項目 是項目 來我們去看聽明白 聽明白 你就不會忘記 OK 那我們要了解 現代設計思潮的話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 它產生的一個背景 那它產生的一個背景 是在公益美術運動 運作之下 那公益美術運動 一個時代背景 是維多利亞時期 誰知道什麼叫做維多利亞時期 什麼時候叫做維多利亞時期 什麼時候叫做維多利亞時期 請問 楊君丹同學有來嗎 好 什麼叫做維多利亞時期 為什麼叫維多利亞時期 這個想法都可以 不知道 就是英國有一個女王 就叫做維多利亞 那它在位的時期呢 1838年開始 總共在位了64年 那這64年之間呢 是整個英國最繁榮 軍事啊 經濟力量最強盛的一個時期 那這個時期 不是運量100年 200年的時間 而產生一個強盛力 不是 它緩緩的在40年之間 英國柔弱環強 成為歐洲不一強盛力 甚至可以說成為 全世界一強盛力 那它怎麼稱為維多利亞時期呢 稱為它為歐洲的祖母 為什麼稱為它 為歐洲的祖母 因為那時候的英國 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那這個維多利亞時期 生了九個小孩子 九個小孩子 最後一個王后 是這個維多利亞的小孩 那德國的國家 雖然沒產生 那時候叫做藍維聯邦 那藍維聯邦 那藍維聯邦 你可以說是德國的前生 那德國前生的皇上 也是這個 維多利亞的兒子 小孩 那義父的女皇呢 也是這個 維多利亞的小孩 難怪人家稱它為歐洲的祖母 因為歐洲的每一個重要的國家 可能都要稱之為 維多利亞的祖母 或是真祖母 他的事情非常非常擔當 那這個英國是 什麼突然崛起的 為什麼 他會突然崛起 馬上超過了那個 拿破文的法國 然後還有藍維聯邦 或是有那個文藝堅隊的西班牙 他為什麼在短短的 事實年間 從一個維多利亞小學 變成一個軍事大學 發生了什麼事情 請問 明廷秀同學 嘿 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算是變厲害了 總會有一個體驗的原因 那他的原因是 什麼 你覺得 任何答案都可以 上學期是不是有 學過設計師 上學期是不是有看設計師的課 好 那設計師應該有 談到維多利亞時期 所以還給那個設計師老師 那個設計師老師 提供了一個觀點 那我再提供一個觀點 就有三個觀點 所以可以建立一個完整的概念 英國怎麼突然崛起了 1979年 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生了一個叫做瓦克的人 他發明了蒸氣機 所以改變了一個生產的方式 其他法國人可能用人力去生產 他一天挖每磅 可以挖多長 挖10公斤 大家覺得法國人好像會挖每磅10公斤 但現在英國人用瓦克發明的蒸氣機 去挖每磅 一天可以挖10公斤 英國一個人幫機器挖10公斤 法國一個人挖10公斤 所以英國挖出很多很多的礦場 那最後投入生產商品 那所以他生產的商品用的人 很少很少 都是機械生產品 所以他的成本很低 很低的話 賣去歐洲的話 東西就很低 那法國人喜歡穿英國磅 德國人喜歡買英國磅 西班牙人也買英國磅 所有的錢都集中在英國人手上 那英國人這些錢怎麼辦 他就是去買大套 買軍艦啊 買那個攻擊性的武器 再去攻打新的殖民地 所以他攻打美國 攻打北中 把這些國家的東大都變成他的殖民地 澳大利亞市 紐西蘭市 印度也是這個英國的殖民地 那有這些殖民地怎麼辦 他繼續收刮殖民地的褲長啊 大家用的用資機器去採礦啊 採礦之後再把它投入生產 生產之後再賣歐洲人 歐洲人付了錢 再賣更新的那個機器 只大爆 然後去攻打新的那個殖民地 所以英國發展在 維托利亞武皇時期的時候 有所謂的日如若帝國的美稱 日如若帝國 好 什麼叫做日如若帝國 好 一樣是去知他的那個專門名詞 了解一下為什麼他叫做日如若帝國 請問林友謙 為什麼叫日如若帝國 好 沒錯 因為全球會用他統治的領土嘛 所以他的英國本土可能太陽下山了 那是美國的太陽有起來啦 那也是英國的領土 那美國太陽下山了 所以英國永遠都沒有太陽下山的領土 整個地球都是這個英國的領土 好 就在這40年間的時間 產生了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 那不歸是快速崛起 不是一個很緩慢的 半年兩半年崛起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40年晚 再從一個小學變成強烈 就遲升了很多很多的社會問題 怎麼樣的社會問題 就是他人民的素養 審美觀也好啊 或是公平的那種意識 沒有跟上他經濟的角度 會有那麼一點點像今天的中國 中國可能從90年代 那小時候快速崛起 25年年的時候 然後他變成世界經濟第二大的經濟 所以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產生了他的那個人 你的素養或是一些習慣 沒有辦法跟上他經濟還有軍事的情況 那就有很多很多收入的經濟 有一點就像維多利亞時期 那一個時候的經濟 那這樣複數 空前複數的一個國家 製作出了很多很多的商品 那這些商品呢 在一些知識分子 像是威廉火力士 然後這個現代社公司 臉中看是覺得非常非常醜 我每天去逛百分公司 就看到那很醜很醜的東西 那可是為什麼會是難的 因為消費市場 消費大家都不在意 他覺得這樣子OK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主要是辦了一個什麼 空白的程序 什麼叫做空白的程序 這還蠻關鍵的 對於一個設計的人 很關鍵 你常常做了一個 設計很漂亮的畫面 拿去給業主修改 業主要給你 譬如講意見 他就這樣 Mogo放大一點 然後刺放大一點 然後袋衣服放大一點 基層標尼放大一點 最後把所有空白都添了 你說總是要留一些呼吸的空間 總是要留一些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 空白的地方通通點 這樣才會浪費 就是所謂的空白的程序 那再講更深一點 這個國內有一個學者 叫李基夫 他寫了一本 叫做造型原理 這是以前考國內研究所 必考的一本書 那這個造型原理裡面 就是這個空白的程序 是在這本書裡面提出來的 那他說得解釋這個空白的程序 他提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國內的 一個是國外的 國外的那個例子 提的是非洲的程序 他認為只要文化暗養 不夠的民主 或是文化暗養 不夠的個人 就會有這種空白的地方 去看到反的東西 就想把它填滿 那他要取非洲服務 非洲服務 每天看那個草原 像有花豹 身上有花物 翻馬 身上有花物 結果自己人類 全部都是那個 皮膚黑黑的 沒有任何的辦公室 他就看得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然後他就刺青 所以身上會刺 用說一個白色的筋 把它刺到完全沒有任何的辦公室 那他舉了國內的例子 舉了什麼 他舉了國中生 為什麼舉國中生 他說那個國中生 美術科都被借去考英文 考數學 所以都沒有那個 美學的那個 教育 美學的訓練 所以這個國中生 他正在學校上廁所的時候 上大奧的時候 目指控上大奧的時候 他就看到那個牆壁白白 然後他就覺得很可怕 所以他就拿筆 在牆壁上寫 智古人生生如死 然後把那個白色的牆壁 通通填滿 就是所謂的空白的工具 那那個時候 維多利亞的時候 那種生產的產品 就有這樣的現象 可能是一個鐵製的柴空氣好的 空白的材質 就不讓它是基礎的樣子 一定要把它印上一些 印上那個花豹 或是印上那個 所以衛健模擬師 或是歐文竹子 這些由美學 他就看到這個 這個時期的設計產品 真是殊不可耐 無法可以接受 然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背景 但有了這樣的時代背景之後 自然就會有人提出一個 改變的想法 那主要的話 要向這個中古世紀的 歌迷風格 靠著 為什麼是中古世紀 為什麼是中古世紀 手工 那為什麼是手工 叫做林 林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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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是哥德 中古世紀還有所謂的那個 羅馬 或是 早期的文藝物行 那為什麼不是 木星哥德 或是早期文藝物行 或是木星那個羅馬世界 而是木星 中古世紀 英國這個林佳 這個地區 在中古世紀的時候 是一個民族 叫 泰爾的民族 那這個泰爾的民族 是中古世紀的很強的 很強的一個王國 那泰爾的民族 助理的就是所謂的首超書 然後泰爾的首超書 然後安波蘭他的教文 都是哥德 那英文就回想說 欸我們現在 色經作品這麼糟 那我們有沒有曾經有過 中古世紀的歷史 有我們就是中古世紀 還有那個領導 就在地區的時候 我們就很靠在那種 哥德的神經 所以他們覺得 我們不要說 那些神經產生那種 出自賣掉的過程 我們要回到中古世紀 回到那種哥德 回到那種手中的地方 第一個發難的 在建築上發難的 就是那個古靖 他在維多利亞女皇 這個中期的時候 建了一個 英國國會大象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英國國會大象 那他是什麼風格 哥德士 從哪邊可以辨諜說 他是哥德士 哥德士 哥德士 他是哥德士 哥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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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大特徵 你說一個尖狗 尖狗 還有呢 背骨比 好很好 好 玫瑰花床 玫瑰花床 首先要解一下 哥德士 會有三大特徵 尖狗 非獨地 跟玫瑰花床 首先了解一下 哥德士 教堂 或是哥德士建築 盛行的年代 一定要你們 可受 黑暗時期 黑暗時期 黑暗時期很常 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 都是黑暗時期 但是這哥德士教堂 的出現是 黑暗時期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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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過黑暗時期了 大概是最晚的兩百年 十三世紀跟十四世紀 是這個哥德風的 產生了一個時間 盛行的一個時間 那在他之前的十一世紀 十二世紀 流行的是 流行的是羅馬式 一個是羅馬式 一個是哥德式 好 那什麼是羅馬式呢 這個十一、十二世紀羅馬帝國 正統的那個羅馬帝國 新羅馬帝國已經滅亡六百年了 那為什麼還有這個 羅馬式的教堂 好 來看一下羅馬式的教堂 長什麼樣子 先看一下地圖 基本上羅馬式盛行 以阿爾卑斯山 作為一個分界界 看下來一目的 阿爾卑斯山在義大利北方 這邊是阿爾卑斯山 基本上羅馬是從南方開始的 那哥德式呢 是從北方開始的 為什麼會有這兩種建築上的查理 好 羅馬式的建築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特徵就是 窗戶非常非常的小 牆壁非常非常的厚 為什麼呢 因為羅馬帝國統治的地區 基本上是環地中海的 那環地中海的區域呢 太陽非常的大 就是羅馬帝國統治的地區 那這個羅馬式的教堂 在興建的時候 參考的就是 羅馬帝國建築的形式 我們叫做巴西利亞 巴西利亞的一個建築 但巴西利亞盛行於地中海 是怎麼回想一下 愛琴海的那個建築 新窗門小牆壁了 為什麼 因為地中海其實太熱了 你要讓那個 如果光線照下來 你的牆壁很薄的話 你的室內會很熱很熱 那你窗戶開很大的話 陽光又曬進來 很熱很熱 所以這個羅馬式的教堂 還有巴西利亞 傳統羅馬的巴西利亞式教堂 巴西利亞的建築物 牆壁就會很厚 窗戶就會很小 甚至它的等 怎麼而來呢 引引氣候而生的 那十一十二世紀的時候 流行的是這個羅馬式教堂 北方人也建這個羅馬式教堂 但這個羅馬式教堂 其實不符合北方的氣候 他們之所以建羅馬式教堂 是為了流行的風格 因為那時候經濟強盛的 軍事強盛的 然後還有教堂都在南方 南方流行的 美方就跟著跟蹦 一直到十一十二世紀的時候 北方的歐洲 西歐這些英國 德國法國開始有錢了 有錢了才可以發展 屬於自己的風格 為什麼十三四世紀 德國法國英國這些國家 都開始有錢 二座 三位後 林佳文 好 再看看 為什麼十三十四世紀 比較趴得沒十三以北的歐洲 才開始不住行 主要是發生了一個軍事戰爭 長達兩百多年的軍事戰爭 然後從中東收掛了很多的金錢 還有吃人 好 沒錯 十幾軍東生 十幾軍東生不是一次戰爭 他一共打了 官方繼續打了兩百年 那這兩百年的時間 不斷的從這個西亞 耶路撒冷運了很多金錢財寶 來到了阿伯三億的歐洲 所以到了十三四世紀的時候 這邊的人可以有能力 有經濟的狀況 然後去見到屬於他們的教堂精致 那北方人喜歡什麼 北方人的天氣等等 所以他一定要有大片大片的窗戶 讓這個陽光可以照進來 陽光照進來之後室內都溫暖 讓你的窗戶要大的話 你的場地一定要見得高手 但是那時候的建築工法 你如果見得高的場地一定好 怎麼辦 那一定要見這個飛斧地 用旁邊再蓋這個飛斧地 把你的場地支撐這裡 所以是不是出現兩個科德式的要點 一個是玫瑰化妝 窗很大 太陽才會進來才會溫暖 那第二個的話 為了沒一個花窗 可以彩人家 牆壁要高 牆壁要高 建築工法不夠的修 就要用飛斧地 把他扶住兩個要點 那最後一個是肩梗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肩梗的形式 其實他原本想要建圓谷 圓谷是 我本來一個傳統 連續下來的 可是那個施工的方法 施傳了 為什麼施傳了 那這個蠻族附近 那是不是一蠻族附近 就基本上把所有的文明治理 還有建築金 毀翻掉了 毀翻掉之後最重要的 那一個是 圍著魯圍的建築石書 是我們的蠻族附近 是工程專家 圍著魯圍寫的建築石書 被毀翻掉了 毀翻掉之後 這種圓谷的施工工法 都沒有辦法建立出來 一直要到我們陰附近 有一個魯圍的石器的建築石 才找到了原本的 拉丁文的建築石書 然後把它翻譯 所以換達夫妻 根據魯圍的石器的研究 畫了一個 人體展開了圖 那就是所謂的 維德姆林 造的就是 羅馬人 研究的建築 還有人體的圖地 這邊沒有寫 就不會出在那個考驗之上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脈絡文靠 那這個圓谷沒有辦法建出來 可是他就希望 可以建得了 建築一個物體 那怎麼辦 就使用監容了 雖然蠻古的 這種向上顏色的態勢 但其實是一個 折衷的方法 考驗 但是雖然建成平等 那不好建成監等 但最方向是成為 各特斯的三大合正 好 不行 各特斯的三大合正 幫其同學 各特斯三大合正 大家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再來 好 再來 好 太好了 那我們就了解了這個 哥德士的特徵 好 那這個 無論是羅馬斯也好 這種建築物不會單一存在 我們說這個是國衛大廈 我們說這個是國衛大廈 威特斯尼 威特斯尼 大會中旁邊還有一個 施領工 西領工 那這個西領工呢 就是 在嵌屬文件的時候 國衛醫院討論 會在這個 國衛大廈 國衛醫院裡面討論 那要嵌屬重要文件的時候 會到旁邊有個西領工 西領工 簽屬重要的文件 那中堂呢 地方的點 那一個完整的建築群 旁邊它會有所謂的 修道院 修師修情的地方 還有一個西領堂 西頂堂之外 再遠一點的地方 還有一個墓區 那這樣才是一個 完整的 修道士 或是羅馬式的一個建築群 那大分中 有什麼叫大分中 你們想過 我問什麼叫做 大分中呢 第一號中 猜猜看 為什麼叫大分中 總會有它的原因 好這個是 西朝人翻譯的時候 繞了一個消化 這個建築的時候 上面一定會有記載 誰資助啊 誰參與建築 那排名字的時候 基本上是排絕位 絕位最大的放在前面 那其中最大的一個絕世 叫做 Bitman 班絕世 好 那這個翻譯的人 想要翻譯這個大分中 中堂的時候 他看了他的文件 但他的英文不太 讀懂個別的單字 但有些不同 那大分 畢的他知道 這是大分 那背的他就不知道 背是什麼 是翻譯還是什麼東西 那不知道他的含義 就什麼翻 翻他的英文 欸欸欸欸 好 就把他翻譯 那旁邊他的幕僚會說 欸那個長相啊 大分啊 哪有人會把那個中堂 取得到大分的啊 那這個是大官啊 他說我民工什麼 我翻的就會很好 然後所以後來就 照他的翻譯 就跟他說大分說 原意是來自那個 這個中堂的監控 一個很重要的圖書 叫做Bickhead 好 那這個除了土地 建了這個 哥德式的國會大廈 在建築方面 努力的 不要出現 人多利亞式的那種 不太好看的 裝飾魚 還有另外一個 在裏 一個叫做歐文蟲絲 好 那個歐文蟲絲看 哇 這道菜工廠都生產 很醜很多東西 印出來的工業產品 就印他很醜很醜 很醜很醜 他想改變 但他沒有能力 哇有上百間的工廠 他不可能一間一間 就說 嘿那個老闆啊 你這樣印很醜 然後說我幫你生日長 沒有辦法 他就一個人 他想那個方式 不然我就出一本書吧 把一些好的 裝飾魚髮 跟裝飾圖等 都說在這本書 那這本書 我賣到所有的工廠 讓他們做產品的時候 用我書面的專心 他們就解決問題了 炒家說這個 裝飾的魚髮 我相信主事館 我可以去查一下 也許做密製的時候 會把它用進去 因為這本書裡面 收的很重要的 一個是 哥德時期的東西 因為他覺得 現代的英國不好 所以回到 中古世紀 哥德的部分 收了 那還有他覺得 工業化是人工的 人工的不好 他就收些自然的 除此之外 他還是覺得 本世紀 本地的 英國的不得好 那怎麼辦 就找回教 找那個中東的 所以這本書 很重要 很重要的 是收了很多 中東的 裝飾的獨特 那你可以看一下 中東 裝飾的獨特 因為他回教也是 進尺 很像前壞的性格 你不可以出現人騎 不可以出現那個 莫函莫德 或是任何聖武的 形象不行 所以他很多很多的 都是這種 花魂的形狀 拿來做 裝飾的話 會非常的合適 那時候的 一些 建築師 或是設計師 他就把裝飾的獨特 歐洲之間有出的裝飾 把他用到一些 細部的裝飾效果 那這種裝飾效果 我們叫做 薑餅 這種物質叫薑餅 這不就是一個 薑餅人的感覺嗎 那薑餅人 跟蔥蔥 薑跟蔥蔥 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這個薑餅人的故事 之前不是有一個 APD叫 好好薑餅人嗎 那這個 好好薑餅人 對一下 這個 好 夏老師 有聽過薑餅人嗎 薑餅人的故事是怎樣 為什麼他要跑 為什麼要跑好薑餅人 不能蹲著嗎 或是不能睡覺嗎 為什麼要跑著 猜猜看 為什麼要跑 他在躲什麼東西 主要是 有一個老爺爺 還有一個老奶奶 晚上的時候 冬天的晚上 肚子有點餓了 那又有一點冷 所以他想說 那我烤餅乾來吃 那餅乾裡面加一點薑 薑有去寒的功能 所以又可以點好肚子 又可以去寒 所以他就烤了一個 帶薑的骨幹 把它捏成人形 他想說 烤好之後 就可以這樣吃那個小熊軟糖吧 先把手搖掉 然後再把腳搖掉 然後再把頭搖掉 然後再把頭搖掉 吃起來比較有樂趣 那這個烤箱 第一烤好之後 烤箱一打開 哇 老爺爺老奶奶流著口水 哇 終於有這個薑餅人可以吃了 好 那這薑餅人看到的太大 哇 找到一個老爺爺的老奶奶 來流口水 這有什麼 然後我們想被吃藥 他就跑起來 從頭開始 往外衝往外跑 那這老爺爺的老奶奶 就在後面追 啊 你不要老 那家裡的狗 家裡養的母牛 看到 既的主人在追這薑餅人 所以這個狗 跟母人也追在後面 所以都在追這薑餅人 追過他的農場 那農場 那農場有鵝啊 有漆啊 有鴨啊 總統也追到那個薑餅人 說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把一個老爺爺老奶奶吃 連同最後 旁邊跟田的農夫 鄰居農夫 也幫這個老爺爺 幫奶奶 也跟在這個薑餅人 也跑 那這薑餅人想說 哇 這樣下去不行 一定會被抓到 那怎麼辦 我就跑到森林裡面 好 那這到森林裡面之後 浮裡看到 浮裡看到 哇 這麼多人 這麼多都不在追這個薑餅人 他一定很好吃 那我也要吃他 跟這個福利很狡猾 他知道 我也跟在後面追他的話 那這個薑餅人一定會 想辦法把我甩掉 他很小 我追不到他 那他想到一個好方法 我假裝我也被那個老爺爺 老奶奶罪 所以他就跑在薑餅的後面 大喊說 啊 老爺爺老奶奶 你不要吃我啊 我的肉不好吃 好 那這薑餅人聽到之後 哇 覺得天涯文弱人 一定要故想幫助 他就停下來 叫那個福利說 欸 你不要這樣那麼大聲 叫那麼大聲的話 會不會抓到 會不會發現 噓 然後就兩個一起躲到 小鏡裡面 好 那浮裡是想要吃那個薑餅人 他知道如果在陸地上 馬上把他抓一次的話 把薑餅人動過很快就溜掉 那怎麼辦 他看到臉方有個條紙 他就說 欸 薑餅人 幫我們渡過河好了 渡過河的氣味就被那個河斷掉 他們就撞不到我 薑餅就說 哇 你真聰明 你真是那個 IQ高的福利 好 那我們就過河 那薑餅說 可是我 進到水裡我會流掉 我會流走 那怎麼辦 他就說 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看到我背上 我再移過去 好 那就在河 流到一半的時候 這個福利啊 就說 啊那個薑餅人 我覺得前面好像 時間不太好 看不太清楚 你跳到我頭上 從我頭上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看得到清楚 薑餅人就看到他頭上 然後這時候呢 薑餅就說 欸你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那確實那個圍路很大 所以薑餅人看不太清楚 就說 那薑餅人看不太清楚 那那個薑餅就說 那薑餅人看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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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不太清楚 還等到那個峽餅人 要把那個薑餅人去吃掉 然後所有薑餅人 這樣回到那個 牡餅人物視 那這個和宗風有什麼關係 這個 grandmother 有關係 例如 里面 gl. negative 我覺得 不知道 歐洲不慘教 就這樣子 歐洲的教室哪邊來的 都是十一斤東征的時候 就從中東生化來的 所以你的老公 你的男朋友要去中東打十一斤 十一斤在征的時候 他的太產 他老婆就會跟他講說 回來的時候剛好是打工 帶一些薑來 帶一些薑來 所以這些右上的中東服飾 中東方式旅門的房屋 在歐洲就被叫做薑禮 因為這個家是中東的東西 OK 那整個這個土晶 還有這個歐文琼斯 兩個其實無力回天 就單靠他們兩個沒有辦法扭轉設計品 不太好看的一個劣勢 所以整個很差勁的出製爛造的工業產品 最高峰在什麼時候呢 在1851年 世界上辦了一場的泛國博覽會 或是我們叫做世界博覽會 這個延伸到近代的話 就是前幾年的上海貫國博覽會 還有日本的愛知國會 這個是一半的想像 但他沒有說固定四年賣一次 或是五年賣一次 沒有 他只是你要申辦世界博覽會的話 以前九年 跟這個協會申辦說 我會準備什麼樣的資源 然後我們有什麼樣的場地可以提供 然後他會整整審了 然後九年中就可以辦了 世界上第一場信源 發展第85年的世界博覽會 誰辦呢 阿爾伯特親王 阿爾伯特親王是哪位呢 請問李比倫同學 阿爾伯特親王是誰呢 不知道 他是維多利亞的老公 他們彼此感情很好 但是作為一個女王的老公 他不能有太多的乾症行為產生 那怎麼辦 就做一些文化相關法 文化相關、技術相關不乾症 他就跟大臣提議說 我們的工業生產力 全運歐洲最好 我們把全歐洲的商品一起 聚集在倫敦拜一場博覽會 大家來參觀的時候就會看到 我們倫敦做的東西 比法國更好、比義大利更好 比西班牙更好 我們就可以奠定我們法王的一個地位 所以就辦了這個倫敦世界博覽會 以這個水晶宮作為一個號召 水晶宮就是他博覽會展覽的主建築 那設計是紐約聖墓的石棍 來看一下這個水晶宮 你會覺得這很普通嗎 這路上到處都可以看到 那種玻璃回路的建築 但是在1851年的話 是一個創組 為什麼說是一個創組 在這個建築物出現以前 基本上房屋都是石造的 巨型的建築都是石造的 石造的房屋非常非常的花時間 以這個凡爾賽宮來講 我們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 住的這個凡爾賽宮 一共建了60年才建 那還有其他的 像是這個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的話 在意大利的中部 有一個國中部的凡蒂崗 那凡蒂崗的那個教堂 住的地方就是所謂的聖彼得大教堂 那這個聖彼得大教堂 一共蓋了120年 十道人 最誇張的是 德國的柯倫大教堂 一蓋蓋了多少 蓋了600 那你不能說 好我現在聖彼要辦 民眾館的國安隊 就開始蓋這個主建築物 然後蓋完600年之後 就可以開始展示 我們的工業餐廳 不行嗎 所以他一定要用新的工法 來蓋這個水晶工 用什麼工法 就是御柱 御柱工法 先把我要的鋼材 尺寸 通通在工廠做好 然後運到我們的展覽當地 十個月的時間 就把這個 水晶工 搭建起來 在那個時候是一個礦局 在今天是一個很吸塑的標誌 那因為有這個水晶工 才有我們今天的一些高額大項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創新的建築物 為什麼叫水晶工 總是有它的原地吧 小老師 賴慈禧小老師 為什麼叫水晶工 為什麼 它是水晶工 它是水晶工 那是玻璃 它是什麼 它是玻璃 玻璃做的 玻璃做的 好 散散發亮 石造的這個建築物光線 它是部背心的時候 會反彈光線 但是這個玻璃啊 鋼蝦它是反彈光線 所以人家去看的時候 哇 這整棟建築散發亮 像水晶一樣 所以就叫它 叫做水晶工 好 這個水晶工呢 是維多利亞古皇時代 整個初次濫造的工天長疊 然後是一個長疊的一個大集會 這是我們公益美術運動觸發的一個背景 除了這個背景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 必須具備了公益美術運動才有可能產生 有威廉的重點是現在設計的 才有可能使用它很漂亮的圖騰 在它的出版層裡面出版一些很精緻的畫作 還包含之後新藝術的目像 或是羅克列克很漂亮的海報 才有可能產生 那什麼技術呢 所謂的石板印刷 彩色石板印刷樹 那這一位是誰呢 這一位就是發明彩色石板印刷樹的達衛 猜猜看 中屋畢達同學 這是達衛誰發明彩色石板印刷樹的技術 阿羅斯 阿羅斯 什麼什麼 啤德 阿羅斯 這是一個重要的 阿羅斯 阿羅斯 這個在阿伯斯森林肥德製作出或是發現了採射石藍印刷樹的技術之前 所有的插圖沒有辦法印採射的沒有辦法印連續色調 都印什麼都一定是單色的然後線條的狀況 他沒有辦法印那種像路下一樣然後像那個新藝術時期間海報 採射掉的沒有辦法沒有辦法處理 這個阿伯斯森林肥德他怎麼發現這個原理的石藍印刷樹的原理 基本上簡單介紹一下阿伯斯森林肥德是一個作家 作家的話他怎麼賺錢呢 就是印作品去賣書賺錢就是他的收益 所以印書的費用是他的成本 你書寫好就拿出點印刷樹非常亮貴 他用一個求作者所以他想要自己研發自己可以抓書 自己寫書自己印這樣就不用讓人家抽成了 那他每次都在那邊寫作啊研究那個印刷樹 那有一天他的太太要出遠門的可能假日要出遠門 然後交代了一下這個阿伯斯森林肥德說 在石板上面想說落水自己寄一下 好那寄完之後等一下寄好了寫到字上之後 就要把它擦掉比較容易 那如果我們用旁邊的紅色落水或是夏印刷落水 寫上去這個石板的落水 所以他就用這個水 空白的水拔寄下去 太太說要買蔥三星蔥兩把 然後要買牛奶 然後不要民眾的住基一下寫上去 那這個住基好之後太太就走了 他還走了之後他想要起來 起身做一些事情 起身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小心把他旁邊的紅色落水打翻了 那就附在那個石板張 他很緊張趕快用那個旁邊的紙 去趕去吸 然後把那個落水吸掉 一吸之後紙翻過來 哇剛才用水洗漬的地方 完全沒有落水 那就變成了一幅美麗的漂亮的油界 橙色的一樣 所以這個彩色石板底刷樹的基本精華的那個技術 就是有水分泌 你這個圖不要 哪邊只要被印出來出來 就先用水把它劃過去 那要印出來的地方呢 就用末紋把它劃過去 這樣就可以印出產生的一個圖案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 這個阿羅斯生也沒了 猜猜看看是哪一國人 這樣一起左右連走 因為他的國籍造成這個技術 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之內 可以迅速發展 然後投入上帝 永遠的辦法 但是看他是哪一國人 以前親自同學的來碼 好哪一國人 最早的來 那可能也打不出來吧 然後再問那個 林佑謙同學 好哪一國人 阿羅斯生的那個 他 OK他是德國人 那為什麼說德國人 沒有辦法 1796年的時候 德國人還是一個非常 修展的來義典方 他還沒有成為一個民主獨立的國家 一直到1871年 打了德化戰爭之後 德國近代德國才成立 所以德國的成立非常非常的廣 到1796年的時候 他還是一個非常修展的地方 然後沒有一個 合理人經過 來培養他的 科學家法理性的東西 新的科技 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這個技術 沒有在德國成熟 傳到了法國 好 這個法國的那個 恩格爾曼 有把這個技術 發揚到大法 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法國這時候 在跟德國 打了很多很多稱 德化戰爭 他有法國國內的獨立 屬於戰爭 那個法國大國立馬 1789年 法國大國立 法國大國立 之後呢 又遇到 拿歐文稱帝 布地 然後稱帝布地之後呢 又遇到了三級位 人民又開始在自習 然後又遇到 拿歐文的 拿歐文三次 他的子孫 又開始要打倒地 所以這時候 法國是萬成帝 所以這個技術 傳到法國 基本上 沒有太大的防禦 反正從法國 再傳到 英國的時候 英國呢 這時候是一個非常鼓勵的 然後工業格力化的一個所加 資金非常的浮動 而且他跟美國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密接 那這個技術傳到英國 真的傳到美國 那在美國的這個 克里伍德的發展之下 還有你查獲的發展之下 那我一般是用你整個 印刷 石板印刷書 發展到我們同式的石板印刷機 所以你不用太多的原因去操合 你不用 你可以用很簡單的 印刷去操合很重很多的石板 去避免一些很大的台報 所以這個技術到1846年的時候 才發展成熟 發展成熟之後 馬上就步入了1860年到1890年 整個彩色石板印刷出的高中 就包含的是威廉羅里斯新奇的時候 也是我們的幕下新藝術新奇的時候 它的基礎是什麼 一個是很醜的工業化的商品 維多利亞的考試在很醜的工業化商品 一個是阿羅斯森林園發明的 這個彩色石板印刷樹 採造成我們的工業美術部份 有可能出現 我們來看一下 用這個彩色石板印刷樹 成熟之後 用印刷出來的作品 然後記得這樣跟今天的 墨益表記一塊 沒什麼差別 這是1884年 美國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兩個候選人的一個圖片 這邊有寫到1860到1900 這是彩色石板印刷樹的黃金時期 但在這個時期之中 聖誕塔產生的 印的這聖誕塔 沒有說五百年的歷史 六百年的歷史 沒有 就在那個彩色石板印刷黃金時代 有這個路易斯普朗 製作出世界第一張的聖誕塔 為什麼是這個時期 因為在這個時期之前的畫作 都是黑白的 只有線 那你要一整個小咖啡 讓人家去買 然後寄給心愛的人 大概不太可 但到這個時候 可以立場這個非常豐富的圖 你要印刷 所以這個時期 聖誕塔就誕生了 有一個路易斯普朗 聖誕塔 製作出世界上第一張的聖誕塔 這個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一個作品 維多利亞時期代表的一個海報 那看一下它有什麼特徵 看看 你要實際它 了解一下 怎樣有哪一些 視覺上的特徵 叫做維多利亞時期的綿色性 觀察一下 我們的 主要請回來嗎 好 主要請幫我們看一下 你指出一個特點 這樣的畫面之上 有什麼特徵 隨便 都可以 舉出一個 任何都可以 就你看到的 而言 沒想法 那葉加星呢 葉加星同學 有想辦法 任何都可以 就你看到的 畫面上 有什麼特徵 就把它提出來 好 維多利亞時期 它是一個專注的風格 就是一個特殊的那種 設計功能 它有什麼特徵 填滿 畫面之中 巨細靈移的 交代它的細節 所以這個 房子雖然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雖然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否則這個人 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還是 巨細靈移的 去把它畫出來 不會因為它是配條 就把它畫得比較 鬆長一點 比較簡潔一點 不會 還是巨細靈移的 去把它交代 這是它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特徵是填滿 很難找到那個 透白的地方 那第三個呢 是 智體用的很多 你可以數一下 在這個海報之中 就一定用了幾個智體 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智體 好 那為什麼 維多利亞時期 維多利亞風格 會用那麼多的智體 為什麼它不用一種智體 統一整個方面 而是用兩個智體 統一整個方面 而它要用非常非常多的智體 才來看 它的意思裡面 跟它的上一個時期的海報 有關係 陳寗 像是同學 為什麼這個時期的海報 要用很多的智體 好像在一個印刷場 有幾個智體 它就想把智體 怎麼會上去 為什麼呢 好 上一個時期的海報 因為沒有辦法 印產色的地方 所以你一個海報 要吸引的話 基本上就是做智體設計 常常會看到這種 只有智體的海報 就是在維多利亞環環 實行印刷術 還就是把印刷術刷牌 之前的海報 就是一直這樣 那你要吸引的 只有透過特殊的 智體造型設計 才能夠吸引 所以每個印刷場 花了重金 錢很優秀的智體設計師 制定出 屬於那個印刷場的智體 現在印刷場會用 要用這個智體 來跟你這個印刷場 拼工錢 好像花了多少錢 買了這樣的那個智體設計 那這個自己設計花出去的錢 還沒有回收 就開始大家都逼這種有餘的 那怎麼辦 他一定要透過自己的影響 進展 讓人可以聽海報的用力 用多一點的智體 他才有辦法 把我原本設計自己的成本 回本回來 你們會看到這個是 上一個時期 這個維多利亞 時期以前的這個海報 就會有很多人的智體 那開始能夠印刷之後 再列示一下 這是什麼功能 這是什麼功能的海報 再看一下 這張也是兩個抽 都能得 好 這是哪一個型的海報 看看他有沒有符合具性 比較快出來的氣質 很少點滿 然後很多很多不同的氣質 在裡面 有嗎 有符合的話 他就是維多利亞 五皇時期的一個代表的海報 好 看一下時間 四分鐘 再交代一下下 這個台車石板 譬如說 它的這個技術 基本上 展現在三個 跟平面設計有關的品材 一個就是海報 然後一個是小大人的物資書 好 什麼叫小大人的物資書 就是今天看了會有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雜誌 雜誌 雜誌從這邊是挺新奇的 好 首先介紹這個 小大人玩具書 好 為什麼它叫小大人玩具書呢 因為它不叫做那個同書 因為那時候對兒童沒有兒童的概念 他就覺得你也是大 只是你的體積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它比較同書 那個實際叫做小大人玩具書 那為什麼小大人玩具書 給小朋友看的那種書 會在那個實際產生 不是在過程度 不是在巴洛克 不是在文藝陸基 而是在回國立亞 然後的實際 剛剛陸入工業化時期的英國 產生了這一種 專門寫給小朋友看的書 為什麼 因為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基本上小朋友 是跟著爸爸媽媽 然後會從事館的 你的爸爸可能是電容 是中原主的電容 那你就是整天 爸爸養兒啊 你跟他養兒 爸爸種田 你跟他種田 那基本上 創原主會給你家裡 足夠吃的食物 所以你不用愁說 欸我人家出去賺 不用 但是到了公爹化的英國 所有的農夫都失業了 原本填掉一台的農夫 對 現在只要一個農夫 跟一台機器 所以有99個農夫實驗 那99個農夫實驗 那99個農夫實驗 怎麼辦 他就要帶著他一家老小 他的太太 他的小朋友 到城市 到城市打工 打泥工 去工廠上班 那這個工廠都是一些 苛刻的老闆開張 他絕對不會給你一個 家裡的路口 不會 所以你的爸爸要去工作 你的小朋友也要去工作 才賺得到 足夠的錢 所以這個時候的英國 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八歲就在工廠上班 每天十四個小時 十歲 每天十六個小時 在這個工廠上班 那一些知識分子看 這樣下去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這些奸商現在四五十歲了 你總有一天會七十歲 會八十歲 會死掉 那今天被壓榨的十歲的小孩子 總有一天會三十歲 會四十歲 變成整個英國社會的中間分子 引導整個英國的那個 國家發展的方向 那你這個小朋友的時候 都沒有受教育 整天被壓榨 那哪一天你變成三十歲的時候 你住到國家命運的時候 國家會化成哪個方向走 他就會 光想因為結果就覺得很害怕 所以他強迫小孩子 一定要受教育 然後開始提倡一些書 寫給小朋友看 好 那這個時候的小朋友的書 剛開始都說 叫把那個大道理啊 然後講的能力 冷氣體腳 是下課時間吧 好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我們十分 四點十分的時候 長了